欢迎收看本期 佳朗实色 我是佳朗 今天拍一台大家呼声很高的车型 奇瑞瑞虎9 瑞虎9这款车型车身长度已经超过了4米8 定位于中型SUV 但你能想象这台车的起售价也才15 16万 尤其是15到16万价位的那两款车型配置也是相当的丰富 而全系的价格覆盖区间在15.29到20.99万之间 全系也给了两套动力总成 分别是2.0T发动机加7速式双离合变速器的前驱版本 以及2.0T加81T自动变速器的四驱版本车型 而今天我们拍摄的这台就是主打性价比路线的2.0T加7速式双离合变速器的前驱版车型 奇瑞虎9这款车型的外观尺寸是没得说是相当的大 长度是4820毫米 宽度也已经达到了1米93 而且它的设计也是相当的简约简洁 离远了看就像一颗被磨得很光滑的鹅卵石 车身侧面来看 它的车身的姿态相当的优雅 也得益于车顶的这一根线条一直向车尾延伸下压的姿态 也正是因为这些腰线共同营造出了它车头从侧面来看的话 是一种昂首阔步的这种感觉 优雅中又强调了它的气质感 全系除了最低配那个15万多的车型是一个19寸的轮毂以外 其他的配置均搭载了245 50 20英寸的米其林的这套轮胎 而且大车配大的轮毂比例相当的协调 好 再往上看 像时下主流的隐藏式的门把手也给配备了 讲到侧面的时候 我说它的车身姿态很优雅 包括悬浮式的车顶一直衔接到整个车尾 这种一个大的曲面 让车尾看起来也很整 包括整个尾灯直接嵌入车内贯穿式的效果 黑色烤漆的香边 下方的两边是排气的装饰 而真正的双出排气也被隐藏在了下方 好 下面咱们就打开后备箱看一下 打开后备箱之后 像我们这款就是个七座版的车型 它的第三排座椅现在打开的状态下 咱们还是按照节目的老规计从外箱内竹成来说 先说地台 它的地台的高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但与内部它是连成一个纯屏 所以说搬卸行李的话也是比较直接的 而且它这个门槛比较的浅 其次就是说咱们现在看它的第三排座椅打开之后 它目前还是能放两个小号的登机箱 或者说叠几个小书包的这种的空间 除此之外呢 后备箱还是挺整的 右侧这里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 下面咱们就把它的第三排的小座椅放到之后看一下 放到之后 它的地板与第三排折叠之后的靠背是连成了一个纯屏 而且内部重身的话 如果说你选的是一个大五座版的瑞乎酒 那这个后备箱空间简直就太爽了 内部是相当的规整 当然除了像今天我们这个七座车型把第三排两个座椅直接放平之后 它的第二排的座椅也是可以支持四六分比例放倒的 而且放到之后 这个地板的平准度是相当的高 给大家插一组空镜看一下 打开电板下方呢 就是它扬声器的供放 以及这里还划分出了一个比较浅的泡沫格置物空间 也可以装一些行车工具 而它的备胎呢 则被吊在了底盘的下方 好 这就是瑞乎酒后备箱的空间表现 我们下面再来到瑞乎酒的车内 能看到这一次其锐在设计方面是相当的大胆 而且采用了这种特别极简的内饰 除了这个导台这块有音量的 以及座椅通风加热的这些简单的按键以外 所有的什么空调的这些操作都集成在了这个屏幕之内 而且这个屏幕啊 也是由两块12点30寸的屏幕组成的 带一定的弧度 说一下中间的车机搭载了高通骁龙的8155的芯片 响应速度以及全新的UI看起来也很舒服 响应速度也很快 唯独就是说因为它的空调集成在了这个下方 而且这个字啊是比较的浅最下方 所以说在触控的时候啊 它的这种直观度我觉得还有待加强 而在驾驶员正前方呢 也提供了一个AR HUD抬头显示 它的HUD抬头显示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内容量也是挺丰富的 也可以集成这个导航的实景结合 而且相比要于现在很多车型 把这个HUD做成方块屏的这种显像的话 它是类似于一个窄宽屏的这种效果 我觉得这种观察度啊 要比这种方块型的HUD要更强一些 再说回中部导台这一块 三个空调出风口 在这几天北京延延下势之下 40多度的天气之下啊 这个空调出风口吹的是相当的爽 而且它由于使用了这种怀挡的设计 所以说中间导台这一块可以去尽情的发挥 比如说这里还做了一个50瓦的无线手机超充 也是挺快的 中间这里打开两个带纤维器的杯架 同时下方还掏了一块置物空间 提供了一个USB和Type-C充电口 而且这里拿下来 是它连通空调的三个香薰的装置 中央扶手箱打开 哇 这开口面积以及深度 实际的深度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相当的过瘾 可以放几瓶矿泉水 而且它也是连通空调冷风和暖气的 夏天咱们可以给咱的饮料啊 矿泉水降降温都是特别的爽 再说回我的驾驶若兹 首先它的盘幅啊 还是比较偏大的 三油点这里做了这种握杆的凹陷 整体的手感还是挺细腻的 而且上方的这种点触开关 口气的这种按键啊 背光看起来挺高级的 平底的设计 座椅的感受也很柔软 它的椅形也能看出特别的宽大 整个的填充很厚实 也是偏软的 咱们坐上去之后 就有明显的这种自然的下限感 而且头枕这里也是提供了 可以手动调节的三段式头枕 像这款车型座椅功能上就支持八项电动调节 四项角度 腰拖调节 而且它调节的方式挺有意思 座椅的角度调节在门板这里 而腰拖调节则是安排到了这个座椅下方 我认为如果说都能一块集成在门板这边就更好了 不至于说我上面调到座位 还需要下面再掏一会儿 同时在门板上下方也能看到 它的开门的方式也比较新颖啊 采用了这种电控按钮的开门方式 下方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机械的这个开关 也有保留 头顶这一块手动防旋布后视镜 以及天窗的开启 同时在这扇板这里 我讲着重说一下 它的这个化妆镜面积是真的大 而且还采用了这种曙光灯 这个是挺细节的地方 好 这就是瑞虎9前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咱们去第二排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瑞虎9的第二排 前排座椅是按照我1米75身高 调好的标准驾驶桌子 来看一下后排的空间 像我们这一款七座车型 它的第二排的座椅是可以前后滑轨形成调动的 而我现在的位置就是花魁最后的这个坐姿 也就相当于大家买五座版车型的这个第二排的空间 它的轴距参数是2820毫米 咱们看一下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 第二排的空间表现是相当的富裕 而且第二排的整体的坐姿 它并没有和咱们很多那种SUV 采用那种后排坐垫比较高的那种设计 它的后排的坐垫的高度 我感觉是和前排差不多的视野的这种感受 而且座椅的这个角度也是比较平缓的 坐垫的长度 大家也可以去看到 坐垫的填充和前排一样 依旧是比较偏软的 咱们坐上去之后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限感 挺舒服的 除此之外 咱们看一下第二排的一些配置 空调出风口 这个造型组合起来还挺萌的 座椅的加热功能 后排的风量大小的独立控制 同时像门板这边呢 也是和前排一样 电控的开启按钮 同时这还提供了一个手动的遮阳帘 上方还有西装挂钩 这里还有老板椅调节 同时全天窗面积都挺大的 地柱这里还给单独提供了一组空调的出风口 能看到瑞虎9的第二排的这些座椅 简直就是对标一些行政级车型的这些豪华的配置 是相当的丰富 像我们这款车型 它还是有一个第三排两个座椅的 所以咱们就把第二排座椅调到一个比较折中的位置 咱们进入第三排看一下 来咱们看一下它进入第三排的方式 右侧这个座椅 这里有一个把手 好 然后咱们把座椅已经放到了最前头 所以目前这个状态的话 我感觉进入第三排 我的姿势会比较的尴尬一些 咱们进去 好 咱们现在进入第三排 前排座椅是我调的一个稍微偏前 滑轨适中的位置 来 咱们把头针打开 然后调节一下第三排的这个座椅的靠背角度 可以拉动这个把手 往下放一下 现在这个第三排的角度看起来就比较平缓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 我的身高是1米75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蹭到了我的头发的这个位置 所以瑞虎9的这个第三排真是不适合做成年人 我不算高的身高 我1米75身高真不算高了 就已经蹭到了我的头顶 然后咱看一下吧 第三排的吸点也是比较的高 大腿这一块全空仅供临时乘坐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排的配置 首先两边突出的轮炫 营造出的这种扶手托挺宽的 而且有一个杯架 以及一个小的置物空间 头顶这里呢 独立的两边空调出风口 以及还有两个照明灯 好 这就是瑞虎9第三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动力行驶方面 这台瑞虎9搭载了一台192千瓦 400Nm的2.0T涡轮压放动机 前驱版呢 就与其匹配了七处四双零缩变速器 先说加速成绩 在当年北京延下日之下 运动模式起到了0百加速8.6秒的超好成绩 作为这个尺寸级的SUV来说 我觉得也还可以 这道动力总能给我最大的惊喜 除了后端的动力储备还不错 而且带动这台中线SUV 整个加速感受都比较轻盈啊 这些特性以外 它最大的好处是 它变速器调的特别的平顺 异常平顺 整发动机的感受 就更像是以前那种 大排量自吸发动机 加自动挡车型的这种调校 即便你伸一脚游下去 二次加速的时候 降挡的过程 包括轮下的动力释放 也不会太过的暴躁 既保障了动力的一个及时性 而且就能带来比较出色的平顺性 这一点是瑞虎9动态方面 给我最大的一个惊喜 而且它的运动模式 也改掉了老款奇瑞 你过度那种神经质的感觉 之前咱们拍奇瑞的瑞虎车型的时候 我就说过 奇瑞的运动模式太过张扬了 尤其是油门出段的时候 还有一点闯 这个问题在这台瑞虎9上 也得以去优化改善 运动模式之下 油门也会更加的轻盈 行程感设定的会更短 就能得到一个比较灵敏的动力响应 油门的曲线呢 也调的更好了 所以瑞虎9的运动模式 让它的整个质感 就一下子就提升上来了 它有一个经济模式 它的经济模式 其实开起来也要比 传统我开过的 一些2.0T发动机的车型的 经济模式调的比较的奔放 就是你不会感觉到 明显的动力的限制 所以我平常开的话 我觉得经济模式 开起来也挺舒服的 尤其是平顺性方面 经济性会更加的平顺 加速这个感受 制动的表现 取到了百公里之零 沙停距离39米的成绩 作为这个尺寸的车型 39米 我觉得放今天来说的话 中规中矩了 刹车的感受 我只能说一般般 因为它刹车踏板的 反馈形成是比较长的 初段的这种 陷阱感是比较模糊的 而且反馈的脚感 也是比较软的 所以它制动的这一块调教 我觉得还是有优化空间的 转向手感的表现 无论是它的标准的 转向手感 还是运动模式 低速的手感 都是中间标准 稍微偏轻的 它们并没有刻意的 去做的太轻 我比较喜欢这种感受 心里的感觉 会更加的沉稳一些 而且即便是这种 轻硬模式之下 它的虚位也不会太明显 尤其是对于这种 车型比较大的车来说 这种比较紧致的 转向的反馈感 让你开起来 你会感觉特别的跟手 也会减少这种 开这种中大型 SUV的这种车型的负担感 底盘悬架的表现 采用了前麦夫讯 后多连感独立悬架 像四驱版的车型 还提供软硬可调的 电磁简单器 但是我们这一款 前驱版没有 调校的感受是 整体是偏软的 路感给我最大的惊喜 是特别特别的整 即便是遇到那种 比较大的 那种硬碰硬的勾坎的时候 你在它的这种反馈的感觉 我觉得是不亚于 之前试驾股的 一些空气悬架的车型 这种感受 就对于成员的乘坐 舒适度会有明显的提升 而且最关键的是 它还保留了一些细微的路感 路感反馈并没有那么的模糊 让整车驾驶起来的这种感受 也得以保留 唯独就是说 高速转弯过扎道的 这种情景的时候 车速过快一点的话 它的侧景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侧向支撑有点不足 最后再来说 隔音精密性的表现 全系标配了前排的双层隔音玻璃 整车的高速行驶的 噪音控制的都不错 唯独就是说 能细微听到路灶的反馈 最后再来说一下 油耗方面的表现 全程开空调 直到市区每百公里 9升的油耗表现 对于这么大以及这种动力响应的车来说 我觉得这个油耗表现还算正常 好 最后是加量对锐湖9 动态行驶方面的评价 最后结合售价总结一下 像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台 2.0T两驱版本的锐湖9车型 全系的指导价就在 15.29到17.99万之间 这么大尺寸的SUV 再结合它的动力表现 简直就太香了 如果再加上它四驱版本的车型 全系就给你了 9款配置车型可供选择 除了标配很丰富 它每一层级配置之间的差异 也是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 你真的需要哪些配置 咱们就可以去选择 不需要的配置 咱们也不用去 多加这些钱去选择更高配的车型 所以对于这款车型 加量就不做具体的某一款 或某几款车型的选择了 你需要哪一款配置 就选哪一款就好了 好 这就是本期加量实测的全部内容 我是亚良 关注我 抢现在一看 更多新车 这就是本期加量的车型可供选择